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中国乒乓球军团在结束了3月份 国外各项比赛后 已经回到国内继续进行训练 备战接下来的比赛 据相关消息 近日中国黄金成为WTT中国区战略合作伙伴 选择了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名将马龙、刘诗文、陈梦作为广告代言 还在企业的网络平台上发文 说是金子 总会发光 并且发布了马龙、陈梦、刘诗文合体拍的广告和海报 只见 这三位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奥运冠军都身穿红色队服 马龙占据C位 据相关专家介绍 马龙、陈梦、刘诗文三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都是闪闪发光的 其中 马龙身为全满贯得主 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拿到五枚金牌 是中国乒乓球军团 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目前马龙已经拿到了杭州亚运会单打参赛资格 陈梦在当今女单 排名世界第一 在去年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女单 女团两枚金牌 凭借WTT新加坡女单冠军 拿到了杭州亚运会单打门票 刘诗文参加了两届奥运会 里约奥运会上拿到了团体冠军 2019年世拼赛 他十年磨一剑拿到女单金牌 在今年1月的WTT澳门赛中还打进了女单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马龙与刘诗文两位都是年过30岁的老将 在此次广告中 他们展示了自己的伤疤 马龙在2019年8月做了膝盖手术 经过漫长的恢复期 重回赛场的马龙连续输给张本志和、林云如、樊振东等年轻选手 直到2020年国际拼联总决赛 马龙战胜了小胖樊振东拿到冠军 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马龙在2021年7月的东京奥运会上 再次包揽男单与男团两枚金牌 成就双圈大满贯 刘诗文是在2020年6月进行的手肘手术 因为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进行 渴望在登奥运领奖台的刘诗文下定决心做了手术 一直到2021年春节之后 刘诗文才恢复训练 3月的全运会选拔赛重回赛场 虽然刘诗文的恢复程度超出了教练搭档的想象 但还是没能回到自己的巅峰状态 在东京奥运会上 刘诗文搭档许欣 输给日本的水谷笋伊藤美成 无缘混双金牌 随后 因为旧伤复发 刘诗文退出了女团比赛 不少网友和粉丝 在知道相关消息后 纷纷点赞和留言 马龙、陈梦、刘诗文都是好样的 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在此 我们也祝马龙、陈梦、刘诗文在以后比赛中 不断取得好成绩 心想事成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